我在這邊我要特別講幾件 經濟奇蹟 一千元 這一千元可以創造經濟奇蹟 為什麼呢 我要跟大家特別報告 以前陳水扁在貪污的時候 收禮券 收珠寶 收這些錢都已經太low了 現在的民進黨 已經將整個運作體系 整個舞鬼搬運 整個合法化 讓你找到 根本沒辦法有任何的破綻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先想想 買快篩 我有小吃步 買蛋 我有超市 買電 我有雲爆 雲爆 真的是讓他們無所不能 可以用這些舞鬼搬運 之後再透過政治獻金 來讓他們的所有 所尬的候選人 能夠這樣子高票當選 有這樣子的一個企業 他能夠贊助的候選人 80幾%都能夠當選 這就是新潮流厲害的地方 但是我們要講 你看喔 剛剛說的經濟奇蹟 一千元超市 就能夠來代理這樣子的一個 專案進口的雞蛋 來做幾億的生意 不簡單 可是只有他賺得到 怎麼會這樣呢 那我想 大家不知道最近啊 還有沒有注意到這一檔股票 我想問一下 主持人 你知道高端 今天收盤價大概多少錢嗎 我不知道 76 那你還記得 他在最高峰的時候 創造台灣經濟奇蹟 是一股多少錢嗎 417元 現場大家應該都有買吧 沒有啊 難怪經濟奇蹟 是民進黨的經濟奇蹟啊 對 所以我們看到了民進黨 創造他們個人少數的經濟奇蹟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非常非常的難過 這就是民進黨 我們可以將它所說的東西 真的是讓我們看到都是他們少數人在得優惠 而且最近我們看到 賴清德進入到校園 問我們的學生 咦 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反饋的 有一個學生就舉起手來 請問一下賴總統候選人 對於民進黨貪污腐敗 甚至是許多 讓我們人民看不下去的一些事情 有什麼具體的方案 可以來做整治 賴清德直接回答他 請問這個同學 你有具體的實證嗎 大家整個東倒西歪 我想現場大家可不可以舉例一下 你所覺得最扯的有哪幾件事情呢 光電 綠能 還有呢 臭雞蛋 還有萊豬 或許有些是貪污腐敗 或許有些是施政 真的讓我們覺得非常誇張 我們就舉例今天我們在台中市議會 盧秀燕親自幫我們認證 桃園上游廠商進口了美豬 而且是有可能含有萊克多巴胺 竟然喜國籍把它變成了加拿大豬 來到了台中中盤商 這是八月份左右的事情 現在有可能就在你我的肚子裡面 甚至已經消化已經排出來了 盧秀燕就在今天承諾 要將這81家 所有購買的這個喜國籍的美豬 來公布 台中將近81家的業者 今天哀鴻遍野 因為連他們都是受害者 我想這就是民進黨口口聲聲 告訴我們萊豬進口有他們把關 尤其廖偉翔也在這個選區 我們都知道現在許多的立法委員 口口聲聲說他們只禁萊豬 為了外交我們只要不吃就不會受害 但是我們看到整個萊豬 已經悄悄的被喜國籍 進入到你我所身邊常常遇到的餐廳 甚至已經被我們吃下肚 這就是我們現在生活所遇到的 我要跟大家再一次的報告 八月份消極會就已經說 有一批美豬不知道跑去哪裡 到現在台中已經查獲 有81家不小心買到喜國籍的加拿大豬 但是它是美豬 我想這些事情已經發生在你我的生活 你以為只有美豬嗎 上次在台中就也發生過 所謂的本土蛋打開以後作為業蛋 跟所謂的巴西進口的這些蛋混沖在一起 然後賣給了所有的業者 甚至有可能不小心進入到 我們小朋友的口中 這也是進口啊 進小朋友的口啊 我想這真的是讓我們所有的家長都非常的難過 剛剛都是一些我們看到實證的案例 他們以往所做的一些貪污腐敗 現在我們身為年輕的一個政治人物 而且在地方成長 我們想要為年輕人發聲 我們想要為小家庭發聲 食安這是我們最簡單最基礎的一個 想要獲得的一個權利 但現在我們看到了非常非常的難過 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吃的這顆雞蛋 到底是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所有的業蛋到底是不是有混沖 我們不知道我們買的每一個豬肉 到底是不是洗完國籍的美國豬 我想我們都能夠幫美豬講話 但是美豬也有分有萊克多巴胺 跟沒有萊克多巴胺 但是我們的政府卻竟然在這樣子的一個標示 都要求不要清楚標示 讓我們的消費者有不小心的機會 會去購買到 這就是你我最疼愛的青年愛鄉土的民進黨 對不對 對 我想要跟大家特別報告 真的 要講完民進黨所做的所有的壞事 我想今天開三天三夜 就算我們的主持人站在這裡 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但是我們真的要幫所有的 我們市民以及國人 再一次的好好回想 這兩年來 這三年來 這兩屆民進黨做的壞事 到底有多少 3加11 疫苗阻擋 還有呢 萊豬 還有呢 我們可以看到快篩排隊 口罩排隊 以及我們的疫苗要排隊 這些事情都在我們的生活不斷的發生 但卻因為三個月四個月或者是零星的小事件 我們又再一次的忘記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人這一次 你要投給誰 我們當然不能夠左右你 但我們希望你要知道 不要忘記這些執政者曾經答應我們的事情 說房價不斷的上漲 但是他們上任以後並沒有下降 陳其邁在2009年說馬英九執政貧富差距79倍 到現在已經144倍 我們的房價並沒有因為民進黨執政而下降 我是一個三個孩子的父親 我想要為下一代發生 我想要為孩子發生 我想要為孫子發生 我想要為曾孫發生 但我們看到的是民進黨再留曾孫 卻告訴我們他們已經收支平衡 他們還不斷的還債 你聽得下去嗎 聽不下去 所以我想這一次 我們不是為了我們的嬰兒投票 我們為了我們的孫子投票 我們為了我們的後一代投票 當一個嬰兒未來的事物 當一個嬰兒未來的事物 為了我們的事勢 我們應該要切 我們應該要跟每一個的我們的事大報告 到底民進黨做了什麼 我們沒辦法接受 我們希望台灣是越來越好 我們需要知道就是 我們人民要知道 我們的政府什麼做得對 你說對嗎 今天感謝各位 你們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能夠傳播出去 包括我們今天透過這樣子的廟口開講 網路發聲 我們希望我們的中華民國能夠再次偉大 就是要從青年愛相賭自己開始做起 大家說對嗎 感謝各位 謝謝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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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